繼續玩吧 把這個 最後一隻角色 通關 惡理歐 直接開始吧 好啦 這個吧 增加進化值 如果是基礎跟冒險卡 增加基礎值應該還行 我就盡量走 安全跟這個冒險 基礎跟安全的好了 一看 一開始是業力豬 應該說一開始怎麼會是知識豬 因為知識豬 先轉吧 生肖 然後再製補 裡面會最穩的就是宇宙豬跟這個 這個 碰獻豬了 先不要轉 先 我應該先自補走 再轉 再轉 這個是 施加兩點進化給任意目標 在此戰鬥期間你捨棄的才子會被洗回抽卡 只會再加一個6點 超自然重拳 反正就是這個 要他還有超自然重拳可以用 我要走安全的 這個是 每轉動一個寶珠你 他就會施加一個進化 但是是這回合 這好像沒有那麼好 還速 這個吧 幸好他還有一些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安全的 並非完全一定要靠珠子 所以應該 還是 有一個 可以 奧巴的可能 一開始就無敵喔 這個 捨棄 這個好像要需要捨棄才 這個要先放四次 這樣才會增加捨棄值 他要打5滴喔 我把他秒掉他 5滴好像 這樣不行 可以 轉3次 轉3次 好像可以 先轉一次 然後再轉3次 然後又繞回來 OK 我大概知道用這一隻 我要走哪一個流派 就單純的 一直轉 這個不用了 然後這個是 可以洗 洗那個 骰子 他說 這個之前有看過 看你要戴哪一個面具 這個面具就是你會獲得其他的 角色的特殊能力 像這個是 他會這一體 每四回合你會獲得一個靈魂 那個就是多一個假愛心 男愛心 那個魚的能力 不過那個面具在一開始拿到的時候你會不太懂 那一個 到底用來幹嘛 喔有刺心耶 然後當你每個角色都玩過之後你才會懂那個面具 正確用途 正確用途 哇 這個 這個喔 一開始就骰到 這個 好 先轉動 這樣就有一點了 然後現在是姿勢寶珠嗎 他進化力把他用掉 這隻要先殺 不然他的那個 他的魔化直接給我污點 會 大力 他怎麼變貝殼了 因為他隱形起來 而且他還有圍幕 超自然重拳 我的主力 MAN技 轉 轉 攻擊 他的傷害應該不會太高吧 真效 就這樣吧 又看不到他的那個 那個效果 好 先 重骰一個骰子 nice 我看一下喔 這個 這個先重骰好了 他的攻擊最高下有4點 結果還是沒骰到 所以我先瞬移一次 然後再瞬 又繞回來了 OK 這隻攻擊一再高也不可能 傷害秒掉我才對 然後我現在主軸 用這個4個裡面我就盡量 維持宇宙保護的順序 然後考慮到他的那個 然後他那個愛心發動那個面具 所以我現在身上有那個效果 OK 這個是光明教會喔 貢獻寶珠 不需要啦 神盾崇拜 你沒有一個光盾 他們沒有一個光盾4架5點進化給所有的目標 稍微沒有一個光盾4架 我這個有3點傷害 冒險一下喔 恩...發動8克安全才更新聖散 這可以 然後我要再選一隻守衛 看是不是有那個中吧 沒有中 所以我已經不再相信了 那個機率真的是爛到有剩 所以我不要 我不要再選太陽神經蟲 實在是爛到 上午殺了也 不過也沒有我要了 然後直接扣 扣血換一個刺 所以第一局如果順的話 正常應該至少要保有3個以上的刺 那不順的話 就像剛剛那樣超爛 那牌毒不清 只拿一個 這個是因為開局還有一個自在的 可以先拿一個刺服的選擇 所以可以到4個 那個有拿跟沒拿真的差太多 恩...所以我現在是奉獻寶珠要轉3次 恩... 3次 恩...再轉一次 如果我再生效一次他就會刺我 不行 恩... 因為這個快要發動 要等那個骰子 那... 骰掉 不過他這個骰子的能力是 私家最巧化 他有範圍攻擊耶 還有一個是4點 應該不會那麼衰嘛 我真的骰到4點 好 範圍2點 他們沒有一個光盾 這個好像可以重骰 3點 3點 不過最小化的剩1嘛 然後 他等一下會直接施放啦 3點嘛 對一下還來得及 蛇氣 蛇氣這一顆好了 超自然重拳 然後轉 發動 然後自補 然後 攻擊 再給他一個重拳 等一下 應該就可以了 嗯... 這個的話 現在只有2點 先重骰 這個跟這個 跟 這個好了 結果他 根本等於沒 沒骰一樣 喔 4點 然後他還有3次治療就會發動 我想一下喔 那我現在應該先幫他上盾了 因為我不能讓我那隻爆掉 先治療 因為他現在我有那個最小化 還有一次治療就會發動 好像是我放才會發動 所以我現在 不如不要放 不到下一回合 喔 剛好那條命來了 那個面具的 所以他現在把我打死都無所謂 不如就全力進攻 反正是假血 可以了嗎 嗚呼 復活 然後 重骰了 對位子 先順一次 然後發動4次 保護效果 直接把他秒掉 這邊的話 這邊就不選了 神盾的崇拜 神盾是不錯用但是要有盾 可是會卡 所以這個沒有很好用 所以不如不要選 我就一顆就夠了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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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回他會有那個超魔化 但是我可以多抽一顆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拚看看 因為多抽一顆還是有差喔 然後接下來我要趕快把守衛給升上去 不過這邊好像沒有守衛 那就改造那個 因為我可以升級的選項 就改造材質 定化目標 跟施加擬盡 這個感覺可以投資 這個是對塑目標施加的 4光盾 對塑目標應該是 可以 現在也可以 哇就我手我現在發現我的 首位是 只有一隻的情況下 趕快再找同伴 這一隻是會有那個 那個什麼 迷網子 看一下喔 如果 這個 發上這個 光盾就可以發動這個 直接進化18點 好像是抗盾的那個 量 先轉好了 直接4滴 超自然中拳 超自然中拳又來了 先重骰 恩 就好了 先轉一圈 然後發動效果 超自然中拳 然後 然後 這個只有一滴喔 跑出應該不用再發動 所以把他捨棄了 應該說不用再轉了 剛好差一滴 那還是先自補好了 順便上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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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我看看喔 這個機率只有 我記得我沒有半顆嗎 機率很低 但是 再選一個吧 畢竟很爆發 一個 三分之一可以選到 那個正面的 他這邊全部都沒給我守衛 只有最後才有 那我應該要想辦法 賺錢買 一守衛 對 所以沒有比較好 畢也過 直接拿錢 然後走 看冒險骰有什麼 目前保住剩下我12次 失去一顆愛心 這風險超大 我實在覺得這個風險太大了 然後這個光盾可以拼看看 場面失控的時候 這個光盾可以 可以幫你撐住 轉三次會跑到業力那邊 不如 不如 這個重骰啊 結果反而 更爛 糟糕 他這隻超克那個 重骰 這隻超克那邊 結果我骰了還是 還是同一個位置 轉過來 所以我等一下會扣3D 3D喔 那先制補 好 那一顆就不要用了 所以我現在只要放魔化石 直接加4點 幾乎不能放了 只要有一顆我就爆了 真的有一顆我就去了 先生效 然後轉 可以 先轉 再轉 然後再轉 就轉回來了 然後生效 再一次衝殺 9盾 9盾 3分之1的機會可以骰到正面的 恩 阿剷賽這一隻會不會死掉 剩一滴 超自然重拳又回來了 哇 這個 6骰 而且我剛好沒辦法轉 因為 為什麼突然可以骰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 那個 8顆安全 安全骰都可以重置勝散 結果還是一樣 那我把這顆蛇去好了 這個要盾才有效果可以 然後 再加4次 然後我也要上盾 OK 這樣就救回來了 他要發動那個超母化 這樣傷害會變更高 代表這一局要趕快把他秒掉 這一局沒問題啦 我有啊 鯊魚的愛心 哇 可是怎麼那麼多烘曬啊 太誇張了吧 這是他塞給我的 所以難怪都烘曬 這次還是可以力拼一個機會吧 因為他6分之1有一個藍色的 OK還是沒了 那個不得不放 這個我一放下去直接爆 就算用9盾的情況下 可是這樣會扣幾條血啊 我應該會拿 那一條血去換吧 所以是好的 我覺得還有機會 可以再拼一次 又骰到自己喔 這樣好像沒有更好 那就直接把他捨棄了 讓他來換另外一個 轉3圈 可以輸出了 去吧 這個是 這個材質是那一顆無效化 那我的守衛又會死掉 所以再 欸不要先再生效一次 然後轉 他現在補3不會死 那OK了 他這邊會造成範圍4點傷害 那又被他偷塞骰子了 又被他偷塞骰子了 喔無敵了 嗚呼 前有一顆愛心 後有一顆無敵 這個晚一點再用好了 轉一下好了 喔先轉 先輸出吧 先輸出吧 我第四回會有那個吧 大魚吧 然後第五回會有無敵 所以基本上 可以保那個 4、5回合安全 這個是捨去骰子 去骰子 去骰不需要 所以赤服少拿真的超虧的 那邊拿赤服真的很衰嘛 每場戰鬥第一階段可以多抽一顆骰子 這個 所以有拿 就是多拿真的影響很大 嗯這個這個沒有用 復原 喔復原 需要用大量的重塞 接下來 刷新一次 喔 鏡子中 喔 鏡子中 就有一個 還不錯 不過他只有兩滴血 這個一下就死掉了 喔安全閃 喔這個不錯 這個是補自己可以多抽一顆 這個是 移動你的寶珠 順十針接著逆十針 喔 他就是順過去再逆回來 所以等於就是 釋放自己跟下一個順位 這一顆好像可以耶 沒有洗 不過要大王 所以就不拿愛心 然後拿什麼都沒有用 是 不扣愛心 啊這不是最後喔 那我記錯了 我應該 犧牲一顆愛心 拿錢也是可以 但是有點浪費 啊這就是那個 順時中再 逆回來 順時中 再逆回來 這樣業力不就暴增了 我想一下喔 那應該先 那一顆先不要放啊 有了有了 這樣好了 先扣自己 然後轉動一下 然後再用這一顆 轉 換回來 他會打我兩滴嗎 先看看好了 紅閃 紅閃 他們抽到無敵 結果反愛多扣三顆 不過三顆好像 真的有無敵耶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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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先補 然後再扣 然後再轉 先轉到阻力 然後直接 攻擊他 然後 然後再放無敵 這個中真的是超強的 就跟那個 為什麼中我一直那麼喜歡用的 因為他抽到無敵的機率雖然是六分之一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還蠻高的 就跟那個剛剛那個有一個 所謂可以全攻擊 結果怎麼骰都只有一點的概念一樣 那骰子應該是有貫欠吧 我猜 就是 雖然他表面上說機率是六分之一 但我覺得我不相信 這一個 死都不相信 接下來 想一下喔 他現在有個連結是後皮 所以 可是我打範圍的能力還蠻爛的 因為他有後皮在保護他 所以這個一定要先把他幹掉 然後 重骰 先 喔 先順吧 然後 現在 現在再 瞬一次 好 他被炸爛了 然後 再重骰一次 又是兩滴喔 兩滴 可是他等一下會自補 我幫他補一下喔 等一下就把自己炸死了 那這個兩滴 他會打我三滴 可是等一下會補我兩滴 這樣好了 他會打我三滴嘛 但是這個會全體治療嘛 所以會再幫我補回來 OK 馬上製造了 啊有荊棘 荊棘是我最討厭的 有超自然重拳 我想一拳子在把他打爛喔 你的荊棘又高喔 好 我有想法了 先 先全體攻擊 然後 轉一圈 然後重散 還有2點的 漂亮 就是這個 他是轉兩次喔 這樣跟我預想有點不太一樣 這一顆再丟掉 然後先治療自己 再扣自己 我要 轉一圈的就好了 啊還是兩圈 我還是兩圈啊 而且他直接扣5滴 好像沒辦法 然後盾也沒上在我身上 自己上 這個就放不了了 他自爆了 不過這一隻 拖越久越難打 所以要趕快 輸出如果不集中打的話 又有荊棘 或者這一場這邊是拼命 遇到荊棘 如果我現在有血的話 那個荊棘應該不用怕 直接 直接 我還抽到那個 想一下 那 先重散 不要 想一下 這個重散 然後 這一顆也重散 他只能骰這樣 這顆不要了 換這顆 兩圈 先扣自己 數量不夠 那白扣了 一圈 觸發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轉 好像還是不夠了 再重散好了 兩圈 他怎麼又變三圈了 那不就回盾了 是這樣完蛋 還有機會 試看看好了 野力爆大 蛤 再重散一次 兩圈有啦 轉 因為我的那個血 我有用愛心 硬扛 應該是因為這隻有荊棘看他連結 所以才炸到我 感覺是這樣 難怪我會想說怎麼跟我預算的血量有點不太一樣 就這樣吧 應該要加厄運嘛 這個 會越來越痛 厚皮 厚皮 這一場我會無敵了 那就火力輸出吧 厚皮也很煩 厚皮 這個看能不能重骰吧 然後 這個可以不用理他 這是生肖寶珠 這一顆 我沒鎖到一個好的 我沒鎖到一個好的 先生肖吧 厚皮的要先打掉 然後 這一顆沒有鎖到我要的 然後這一顆把他捨去啦 超自然重拳 去吧 那個連結 會掉了 因為我現在無敵嘛 可是我要保持這個 這一顆的效果 算了 先轉好了 然後再轉一次 看到再轉一次 他現在的傷害已經7點了耶 下一回合是直接一定秒的了喔 這一回就可以了 恩 反兩圈 有啦 先轉一圈 然後再 讓他來回轉 咦 又有尖刺喔 反不反啊 尖刺 這真的實在是 太高竿了吧 他們抽到無敵好了 真的來啦 這是我的man man腳 專用 只要無敵在手 希望無窮 接下來讓那個傷害都 超輕鬆的啊 然後 這樣這個沒有用那就捨去了 需要盾啦 轉兩圈喔 轉兩圈喔 兩圈的話會變成是夜地珠 應該是可以吧 我就說這一個真的很容易骰出 那個 我真的覺得他城市馬有問題 就是 那個機率的骰子也很怪 可是有些怎麼骰都只會那個 所以我每次選中就是一定骰的中 是很高的機率 然後但是我的血量還是很低 我想一下 感覺要先補個血 然後轉 然後還要再轉一次所以我要再扣一次血 先用 蛇 蛇去閃 先用蟲抽好了 搶一下 這個喔 不要 先扣血 然後再轉一圈 然後重骰 一滴喔 先制補 就他拚了吧 直接四次 然後 再全部攻擊 然後生效 再生效兩次 然後 沒有然後了 直接捨棄這一顆 然後 打他 我就用這條命跟他換好了 轉一圈 再轉 好啦 這條命就送你了 應該應該就可以結束了啦 第七回 啊他用震射光宏那我就不能放那個啦 這不能放聖索的能力了 聖索啦 聖善的能力好 欸 還是可以喔 喔他是不能重骰 那應該 直接攻擊他 直接攻擊他 用一點一點扣他 就第二隻王也打這麼久 這個不要 喔唷 全部全體的 全這個喔 又黑洞 傷害骰 獲得 震射骰 不要好了 結果剛剛沒有選刺服 扣一條命 換刺服有點可惜 因為那個時候我算錯了 非凡召喚 就不要換錢 這都不要 主要是要先幫我的守衛 升上去 先升級吧 那這個血從兩滴變三滴比較保險 這個是 喔這個是那個尖刺的 尖刺 是 這一關也是很容易噴血的 瞬間 也沒了 看他不能直接湊無敵跟他一拚好了 跟他拚了看看吧 現在是 轉兩次 看一下要換哪一個 這個好了 無敵 本來沒有那麼的好康 還是可以 但是我要先自補 不然會死了 太閃 有了 又無敵了 有無敵就是 適合以打 就是說 這就是灌籤的 繼續吧 喔 發動 再來 再生效 再 炸泥 直接把他秒掉 入戰速決 就是說 10中出那個 百毒不清的機率很高 所以我覺得他機率一直有 我還是覺得有 我一直覺得有問題 一個抽到的 機率真的很高 喔 接下來 我想一下喔 因為我需要 轉兩圈 剛好 然後他準備對我攻擊 這個傷害 不行會是4滴耶 就給他好了 去吧 控圈 我剛才應該用蛇氣比較好 真痛耶 這個好像是不能自補的那個 只減少那個值 這個是隨機魔化三次一點 這樣還好 被他擋下來了 所以我要先轉一次 自補 我現在是盾嘛 所以我要再 再換 扣3 扣3等於就是扣6 如果我自己對自己施放的話 應該但是我有護盾會變2 我再想 該怎麼做我會比較好賺 業力 自補 要這樣吧 他打得真準 直接把我那一隻給打爛 喔 我現在有一條命啊 可以直接跟他玩 打一下好了 進化所有目標 再進化 打一下好了 2點 抽 這個是生效一次 OK也可以 再來 血太多了 190 他省一滴啦 但是我這一回又變無敵了 所以有看看 先轉 我直接給他爆炸也沒關係 因為我現在無敵 盡量炸他 無敵就是 算 這個是進化目標給寶珠再生成一次 好像還好 這個算了吧 這個也不要 換錢 這個是 你每次對敵人施加8個進化 你就會獲得一個推入 這個不錯 其實我上面有一顆骰子 回合進化 就好了 8次進化可以讓下一次多抽一個骰子 還可以升級守衛吧 所以我打算走守衛 超級崩塌 這個不要 肉已經有女生的裁決 這是奉獻寶珠 一次隨機釋放6個寶珠 好 來看一下 這個是 寧靜 這個不要 好 貢獻寶珠 獲得百毒不清 其他寶珠 4加9點魔化給你 這不就是自爆嗎 有盾 風險太大了 然後升級 那這樣變成5滴血 然後他的點數應該會各多一點 某一顆骰子 就這個啦 這個就很拚輸出啦 我上一場就是 這個被這個打爛了 應該說被玩弄到死了 輸出只要不夠快就完蛋 先打這一隻喔 然後再轉 然後再 去吧 這是讓一直重骰 火力集中輸出 他已經爆發了 歐里血 這個3點會死 3點 5點7點 那我們就直接葛屁了 那個 讓我想想 這真的直接葛屁 除非抽到百毒不清 如果哪一個都是死物跟翠 對 把改為單體 真的抽到了有沒有 說來就來 逆一下就來了 這就是 最高季節 說什麼來什麼 他現在集中都在我身上 所以我也沒有必要去 看可以 再抽 抽一個 有了 就這樣吧 就說這個抽到的機率真的很高 不要看他只有一面骰子 但是 這個 抽一下 重抽一下就中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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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也要爆發了 先把這個打死啦 所以他現在 他會自己施架魔化 然後這一個 就是給我施架嗎 啊這個不能用 這個放給他好了 然後我自己 就這樣吧 下一回合 恩 喔有超自然中拳 喔那這樣可以了 轉一圈 再換 再回來 喔發動 動拳 剩一滴嗎 OK 但是我現在應該還不能重塞吧 所以制度 我現在進入 假血狀態 給他扣都沒關係 還是不能重塑 喔他有那個禁城 他現在爆發了 不過我有護盾也不怕怕 開轉 開轉 然後上護盾 他剩5滴嗎 輕鬆 我真的覺得他幾個道具 只要選到基本上 只要你的牌子不要太差 都穩 而且他印象很大 恩這個這個 這個我不要 這個不要 再選 再選 這個是每當有人超魔化的時候 你會 更新勝散 這個好了 如果我沒記錯最後的網友 可能會是那一隻 那個不會 繼續把我的 這個升級上去 喔這個進化值還蠻高的 這個是 這個就不用了 250還剛好可以 升一隻 升級 就升他吧 那這樣的話他還會開始有那個 額外的狀態 這邊好像也沒什麼要選 又是你了 因為這隻會一直自己 通那個超魔化 一開始這個是光盾 先扣一下自己 然後 兩次 這一個 我看一下 那一開始就單純輸出就好了 單純輸出 不過這一刻好像沒什麼用 放不出去 結果還是 還是這個 我記得這個網友兩隻 還三隻才對 但是這一隻怎麼那麼容易抽中 這個是兩點 然後他有一個 損壞的 損壞 可是我沒有重抽了 損壞那就放他吧 前幾回合都還 哇 等一下我會瞬間剩一滴喔 有了 發動了 現在就在等他 轉 有了 扣10滴 然後 這個留著好了 我剛應該先發動這一個 剩一滴了 這個是 因為我現在位置 好像有點尿 先把 這一顆蛇去 然後 轉 然後 應該不會爆吧 但是我想 是不是給他爆掉算 那我重抽看看 他們抽到百毒不清吧 是不是 說來就來 那就爆吧 那個不會觸發業力 那個不會觸發業力 就至少 這一場無敵啦 恩 那這樣的話 那這一顆就放無敵了 至少這一場 現在很安全 不過血量也是很少 一滴 他等一下是不是要觸發 抛姆 已經到第四回合 所以我有血量可以扛 然後轉三圈應該是剛好 到 啊轉錯 轉過頭啊 我想一下喔 先 這樣好了 真的轉過頭了 喔 那重骰吧 我看他們趕快把他轉回來 不然就是在抽到百毒不清吧 因為又抽到了 那我那個那一條命也多餘啦 這時候很好抽啦 六分之一的機會 為什麼怎麼抽都懂 等說太狗死運了啦 這樣業力爆也沒關係啦 要擋下來了 然後再發動 直接炸他 太生效 然後這時候 直接捨棄這一顆啦 他剛好是這個喔 他等一下就會發動那個 那個什麼 超魔化 不過因為我現在剛好在無敵狀態下 他覺得 發動他的眼球 黑洞 那完了 那我的小兵好像還是會收到他的 攻擊 然後但是我這一回又進入那個無敵狀態了 因為第五回合嘛 對 所以我又無敵了 所以我可以再發動一次 繼續炸他 然後 可是我的小兵也要幫他們 這個補一下血 因為我現在是無敵 因為我現在是無敵 可是我還是可以衝塞 看一下 或許可以 這一顆可以衝塞 然後這一顆 這個都衝塞好了 啊 還是沒有骰到 那這一顆把他捨去了 這個是5點 範圍補 然後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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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過要打快一點 因為他的 這個 損毀越來越快 等一下會拚命超魔化 這邊有三顆 這邊衝塞 三分再來的擺毒不清吧 沒機會啦 要 擺毒不清 沒了 如果是這樣 這個是增加損毀 那就給他吧 既然他那麼想要的話 他等一下的攻擊 我會承受的是9點傷害 喔 又可以用了 繼續墊 因為安全的那個 那個什麼 安全骰子的能力 8顆之後就可以觸發一次 現在要發動攻擊了 所以我會承受的是9點傷害 那應該會剛好生1滴才對啦 可是我好像有自損 啊 完了 直接扣 咦 一回合開始受到一點魔化 所以已經算過了 只剩2點 然後 喔 擺毒不清又抽到了 他自己抽到了 那個 那就直接拿來用吧 2點進化 欸 好 就這樣好了 阿對 這個應該也要殺一下 全體補 恩 再攻擊 雖然都是點數很巧的 但至少還是有用 慢慢累積傷害 然後他又補血了 他也越補越快 所以我的輸出也要再快一點 不然會跟不上 這邊有3顆 好啦 再來一個擺毒不清吧 沒啦 不行欸 他好像越補越快 我這樣輸出好像有點跟不上 看一下喔 4敵 3敵 這個是捨棄抽一顆 捨棄抽一顆 結果又抽出一樣的東西 血量好像來不及補喔 他會先打我8滴 可是我那條血直接噴給他 就是扣5滴 然後假血 然後我就補滿 然後再扣他3滴 完了 現在好像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輸出力不夠 因為他現在一直瘋狂塞我塞字 現在反而衍生出傷害不夠的問題了 說太久了 等一下喔 那先捨棄這一顆 然後打4次 就差那一點血了 竟然打不下去 讓我柯林這個賭個運氣好了 欸 1滴 喔 然後能骰到那個 3分之1的正面就贏了 這3分之1的機率 哇那這樣整條血我想一下喔 1滴 我覺得要轉啦 要換另外一個面向去 去搞他了 因為他既然一直在拚命補自己的話 那我代表 要用一些方式去阻止他 哇這條命直接噴了 呵 現在會是關鍵吧 他現在剩25滴嗎 那就等下25滴拚看看 喔剛好 百毒不清 第10回合 然後直接硬轉一圈了 因為如果用這個 宇宙的話進化是2滴 可是如果用業力的話進化是3滴 但是我因為用業力一直加的話我自己也會爆掉 轉一個方向就贏了 喔 有了 該不會還有一個最重boss啦 那阿姐我開了之後應該要有劇情吧 還是就這樣沒了 2級 只有主選單 那動畫 就這樣 進入 以解鎖等級 他說新陳女生等級會影響到之星喔 那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6個 喔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 一圈 我打 一次過關之後 他會加中間那個 整體等級 是這樣 我先看一下好了 有點看不懂現在是在幹嘛 所以具體也沒有任何的說明 所以他才分一圈喔 會多兩個boss 所以就一直重複的挑戰也沒有劇情喔 我打 打看看好了 用這個吧 多兩個boss 也是用抽的對不對 那種我也不一定會遇到 我有可能還是遇到同樣的 好我打看看吧 用這一隻 這個 增加暴擊 因為我覺得 習慣喔 他要一直重複刷 因為不可能一開始就遇到了 那先打一次看看吧 我覺得這一隻比較好用 所以我用這一隻來打看看 這個回合美食加一點魔化 這個回合美食加一點魔化 這個回合外 唉唷 這個 這隻怎麼沒看過 說了好多喔 應該是有吧 墊墊 墊墊 先防禦喔 這隻就是完全靠賽的喔 但是有時候靠賽很成功的話 就穩了 全體是要靠賽成功 恩 墊 墊墊 就我把主力都打 這邊他竟然 進化 就選到魔化 喔 nice 墊墊 太準了吧 怎麼剛好P到自己 啊先解決一隻好了 啊 要他進化 靠賽 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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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不敢P他 就P你 哇哩咧 唉唷 沒關係 雖然沒有P中 可能沒有把他P死 但我會閃避了他的超魔化 10% 超閃避 運氣來了 就自然會閃掉 超級泡賽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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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怎麼都是這個 怎麼都是這個風族降落啊 他解鎖之後就變成這個了 冒險卡喔 冒險骰子 我家冒險骰子 會有不錯的 奧賽的 這個是 這是 蛤 狂怒重拳 又是你 是不是剛剛那隻的 的boss版嗎 用靠賽拳 又是你了 靠賽失敗 噢 電 哇 他這樣下來了 先放一下好了 因為直接打5P耶 來來 哇 這個也沒成功 再靠賽一次 看來靠賽要死 失策了 好啦 至少這個還行 開電 OK 他血變好多喔 沒有他原本血就這麼多 有了 喔有了 靠賽成功了 吃我一圈 那是自補的喔 那我 那時候沒仔細看 原來那是自補的喔 那那個骰子好像就沒有用 雖然是可以多 多抽喔 原來是自己補私底喔 嗯 哇 這一隻已經 有點傻眼 因為要中了中了 大概一拳就結束了 所以不一定每一隻角色都有這個 點數爆高的 啊就剛好這一隻有 就是特定幾隻 所以每次看到這個 自然蠻爽的 就是跟他靠賽 來吧 可是只要能抽到 那幾乎省了好幾顆骰子 我覺得那真的很划算 喔他問你要什麼 但是 直接拿錢啦 這是金庫啊 那個有投資的風險 不明設備我記得 他這個好像是複製骰子 哇 先選他 然後我再刷新 我的命中 守衛就是 中 那個那個會 百毒不清的中 哇 這個是會有 哇他只有9點喔 但是我現在下一次會抽到這個 反換類型 去吧 他們打2點 欸不對這是放到自己 所以1點1點 2點 扣1補1 這樣1點1都沒有 還好 然後他隱藏起來了 哇這個太 哇完蛋 他等一下直接炸5點 哇真的直接發動 真假是直接發動 這個是 是 哇這樣有點危險 結果果然是那個 超次補 4次吧 3分 3次是直接發 上魔化 有點 有點衰毛 看來需要一顆這個 強而有力的 傷害的骰子 來吧 這個是補血的嗎 這個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我沒看過的骰子 會在我的裡面 先重抽吧 喔來吧 喔 nice 再抽一顆 先補自己 果然扣一點 就知道沒那麼的運氣那麼好 這個是 這是那個舍氣骰子 舍氣骰子喔 不需要用電子好了 劈準一點就好了 劈心行動 劈心行動是我現在最看不懂的 劈心行動 我不知道怎麼叫劈心 這哪有劈心 喔4點喔 紅色的 有這東西嗎 喔這個可以拚看看 這是什麼 風補 如果這個是扣3點直接扣 我要靠賽 啊靠賽失敗了 沒關係 補 好批 再補 補 他這樣直接4點 我應該要先 罷自救 又要先 看看抽到什麼 還可以 這什麼東西啊 將進化給任意目標 加上一顆迷惑才只抽 或是這個好多負面效果的 被他拚了 很敢墊準一點 一顆 又解決了 一隻 忘了我原本選的是什麼 暴擊倍率加2 我怎麼好像都沒有暴擊 那個10% 是壞掉了嗎 再抽 有了有暴擊了 這個補自己 是不是補自己暴擊 電泥 這一顆有點麻煩 我墊他好了 這怎麼會有 這是抽冒險才是 可以抽 看來五端端選的一些怪東西 真的蠻準的耶 這樣可以P P這麼遠 這都P錯了 有了 加暴擊 好 有了 加暴擊 好 選 這個是 我選這個好了 15 冒險賽 跟著他P 他 他說每當你 對一個少衛進化 一名 隨機敵人 受到 他意思是說 你幫自己補 就會對別人補 他說 戰鬥開始 才是有兩個 安全才子 你就會獲得三暴擊 我幫隊友補血就幫 就等於打他們 沒有時鐘 再刷 沒有時鐘之前用這個 心刺也可以 這個輸出一個肯再扯後腿 我來抽一個刺服看看 這個 每場戰鬥開始獲得一個風波 每場戰鬥的開始 這個只能觸發一次 把你六個雷雨換成 御風滑行的石聖扇 從你手上的蛇去個彩 如果 你低於七十 有栗子風 就獲得 或者抽混亂彩 每施加三個 這個 烏龜好像 烏龜打過 烏龜打過 NICE 直接加暴擊 這加進化給你 你手上有個迷惑 就會變雙倍 這個好爛 來吧 有啦 靠賽成功 去吧 開場就來發大招 Dul¥ 嗚嗚嗚嗚 披死這個刺客 不過我等下 誒 我等下直接死誒 我現在發現有危險 完全沒辦法 關注 雖然爆發力很強 但我也直接隔屁了 那代表第二回就決勝負了 如果不把它打死就壓力上大了 喔? 我加了不該加的東西 怪我的 他擋住了 伊斯尼~~好絕錯 兩回合 又是可以這麼快 恩... 這是那個迷惑骰子嗎? 哇 這個雖然看起來不錯 但是風險也太大了 這個是什麼? 少抽一顆骰子 不要 別加 喔 自己敵人受到進化加益 但是你對自己的進化會... 這一個很痛 但是我自己會變得非常的疲弱 我記得曾經有選過 用超痛苦的 不過我還是要選 雖然很痛苦 但是要選 恩... 夢圈 這個是... 這個好了 進化 然後強化骰子 看有沒有那個 50滴的那一個 是不是 因為我就記得這隻 出的機率也蠻高的 不過錢沒辦法再蓋啦 不能再選另外一個 恩...這書是什麼 我第一次看到 是因為剛選的這個枷鎖 所以我的墊墊應該會變爆牆的吧 理論上吧 對啊 變2滴了 不過 這個根本只是幫他 這個...抓癢而已 OK OK 喔 閃避 喔 好痛 不知道要什麼 我看看 恩... 有點鳥 因為我被禁聖 所以我不能使用能力 試一下一個木化給水晶目標 我靠... 這還扯後腿的 因為我被禁聖 所以那一招不能用 好 這隻不找你... 他爆發了 這隻不找你幹掉真的很危險 完了 閃避成功 save 3點 2點 我等下會剩1滴耶 這是在開玩笑的 閃避...沒有其實剛剛應該是隔屁的吧 他竟然強化了之後 恩... 這是什麼 天助我耶 哇 他一直被禁聖害我現在根本沒辦法出招 哇 這樣子兩隻打一打我必死無疑 所以不如... 一個痛快好了 等一下喔 5滴 5滴 阿不對 剛剛應該其實... 應該用那個5滴去打他 只能靠閃避啦 閃避不了我的死令啦 被禁那麼慘 他結果還真的被打動 被禁聲...禁得太嚴重了 這...太扯了啦 我一直瘋狂的禁你 一直瘋狂的禁你 一開始我就噴血了喔 哇 這樣超虧的耶 本來應該是很簡單打 但是因為被封住了 然後掉了一條命 這個是... 8點進化喔 就不要好了 都是這種東西 恩...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應該找... 先找安全賽子喔 這個炫木之光我真的覺得很爛耶 不然我看等一下能不能把他給摧毀喔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俗稱 下面有什麼幫助 先獲得... 碎石 然後... 再來改造一下 哇 喔 這個是... 我走到... 我走到不該走的商店 那是那個... 特殊的 恩... 收一顆 啊 沒有骰到我要的 喔 就這個喔 流星雨喔 這個好爛喔 對喔 我幫他補血整個就把人家扣血 我突然想起來 我不如補他 雖然不知道到底會炸哪一個 扣爛了 喔 爆擊 喔 重骰 啊 怎麼還是這麼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先制補 後自己 欸不對 噢 看錯了 欸 為什麼這個沒有發動啊 是... 難道我沒有補盲嗎 那應該真的選錯了 喔 11滴 怎麼那麼痛啊 這玩暴擊 暴擊 啊 我懂了 因為 他的那個能力 是不是有一個是適用守衛的 所以因為我這個會觸發暴擊加惡 應該是這個吧 不過我的血量也很危險 我幫他補一下好了 他自己補自己沒辦法 他們血超多的 怎麼那麼痛啊 哇哩咧 他不是才2滴 所以是我身上有什麼怪東西 那只能繼續開電了 4滴 對啊 他怎麼那麼痛啊 他怎麼炸... 他這個3滴怎麼炸得這麼誇張 這個是加暴擊的 應該是不用吧 然後 整層 直到你對他進化 這是進化值加一標 選 每4次進化 你受到一次進化 你的魔化條有6條石 你會進化的增加 我要選這個 生死以瞬間 他是說 捨棄說我稍微沒捨棄一個可以獲得神勇 這是一個稍微有回收場 不需要 抓一下好了 沒有 我先升級他 再升級 OK 他說不定是我的阻力 如果按照剛剛那樣的狀況 他如果剛好打這麼痛的話 這個是一個可以複製骰子 然後這個是一個重選骰子 這是一個混亂骰 應該長得蠻香的 所以我因為扣了一條血 所以我只能換錢 不能扣血 是你 他的話超不利於我的 因為我的隨機有可能會P到旁邊去 這現在只是扣啊 好 抽 P 敢不敢P準一點 他就是趕快快攻好了 Safe Safe 閃避 這個10%真的很看臉 哇 這個是範圍的 歐里靴這什麼鬼 獲得40% 魔化觸發暴擊與進化相同 直接開玩笑嘛 至少好像有風險 這個5點會直接把我的炸爛 而且會把他們直接觸發那個效果 可是不用又不行 完了 這個會全死 好 怎麼會剛好抽到這一顆啊 太扯了 這一隻真的是不穩定 非常不穩定 好啊 那既然都已經到這一顆 那就來吧 跟你拚了 跟你拚了 哇 這麼準 怎麼 這等一下 真的要靠賽了嗎 等一下就是 要嘛就是我一發爆擊把他秒掉 大概 兩回合 不然我應該 很危險 而且要連P 這個P也要P得非常準 然後 超級傷害也要出來 這個是一個 非常完美的狀況下的勝利 不過因為他 這個看起來沒救了 這個中就中了 我現在就靠賽吧 不然我還剩什麼 不然我還剩什麼 這隻靠賽啦 等一下來個10點治療 然後等下爆擊把他秒了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 理想值 理想值 快來 他怎麼會有這個啊 有複製骰 賭看看好了 噢 雪 先P好了 5點的話我會直接割屁吧 點 他現在越來越痛了 還有機會 可是他說這個爆擊也會算對不對 也會有爆擊 我現在就 輕全力 一發 就一發 一發不成功變成人 噢 噢 有了 套賽就是這樣 原本直接開場就一面倒了 這種感覺 好 因為他這個是隨機進化 所以說我目標是4加 這個好了 勇往之前 就是要靠賽 這跟放 補兇這個可以 沒有 跟上一場拿的一樣的 這個核心 噢 我現在是打到第幾場嗎 好 看一下 已經到最後了 如果還是他 所以等下打完真的會進下一階 這個有點風險 其實我突然覺得我好想要 我應該要把他選掉 要不要把他換掉 因為他的那一招實在太可怕 好 如果他又是一個 範圍5的 混天儀喔 這個是讓你 重骰 他都是那個重骰 不過他有自帶那個 他有帶炮 不行 我要走治療流 光盾 我還要換掉了 因為這個不穩定 不明設備實在太有貢獻 雖然非常的強悍 但是 某種意義來說 也是非常的自虐 這個像剛剛一樣 把我自己人給炸死 就太白癡了 我一開始就有5點砲台 這個砲台能力也算是非常的強悍 直接複製啦 漂亮 開炸 喔 竟然 欸不對 不過我有一個3點 3點 先炸他 去吧 1點補他 然後就得補對方 他爆發了 哇 全隊3點 啊完蛋 怎麼那麼剛好啊 奇怪他到底是哪一個把他轉化的 是這個啊 虧了 又是一個開場石 欸 我是不是剛好剩 剩一滴 那那一招應該會啟動的吧 因為治療量應該會增加 結果也沒補多少 哇 結果 我想一下喔 這個感覺 試看看好了 幫他重塞 這個 有了 結果沒有幫他補回來 不錯啊 先補我自己 但是他們的範圍攻擊 基本上他必死無疑 定化4次喔 哇 差一點 原本想說我把他墊死了 結果 還有機會 看來這個 看來命運還站在我這一邊 叫 50% 剛剛沒有把他自進化了 不錯啊 又被禁聲了喔 怎麼全部都有禁聲的能力 啊 對喔 這個本來就有 喔 超到了 直接 複製 因為這一刻我有 再來一顆10點 有沒有 10點 說10點就10點 說來就來 OK 我要再被禁聲了嗎 不過這次運氣還不錯耶 竟然可以 連續的 這個 骰到高點 也算是還蠻夠 死運的 凡是你的哨位發動進化 隨機魔化 雷雨什麼的 他說 習施掌的進化 或魔化會導向死生物 直到有另外一個 就是放他嗎 所以是搞錯了是不是 好像放錯目標 爆發變4點 這樣感覺好像是 要放在我自己 還是禁聲嗎 還是喔 覺得再需要爆發一波 一直禁聲我真的很煩 3點 先幫他補一下吧 他現在3點 是全體3點 所以 炸他好了 只能犧牲他了 你的犧牲是值得的 下一場我會幫你報仇 應該說下一盒盒 我在想說這個會不會觸發過來 好啦 我幫你報仇啦 我靠在打太準了吧 喔 剛好暴擊 我覺得這次還很無腦啊 他就是 你就靠賽就過啦 不用想的太複雜 我一直覺得 越簡單的 都超強的 就是 初期上仇 你只要靠賽就好了 每一場戰鬥的階段 會先抽到冒險賽 後來結束你開始重置 升上所有的賽制 這個能力 能力還好 如果現在這樣的話我去鍛造賽制好了 這個是可以多收嗎 這個是混亂賽制 正常賽制 應該不用那麼多了 我應該可以改造一個賽制一次 10點 10點 我覺得是最無腦最暴力的 10點 最單純的戰術 也最有效 10點 喔他劍刺怎麼變2點 原本就2點 這一隻 這隻我用雷P 我會把自己P死吧 這樣我不就被封印了嗎 從指手上骰子 這是全重骰喔 那來4000不要 26點 漂亮 6點 那快死啦 賭一波 10點 10點沒啦 好 1點發布一下 果然沒錯 我一直想說 反彈到底 我補他用系統外的 果然是safe 系統外的攻擊關不會觸發 對好像之前就撤過了 正4D 先不重犒 ok 這隻死了 save 再來 我是不是要先自補一下不然 賭看看運氣 來吧 還是一樣 先墊一下 加固被他擋下 不然血老早應該要滿 先自補 褲子 收射 然後這一點送他吧 因為他現在那個是加倍 OK 他血是不是變 好像有多耶 因為他原本血之前打的是200 應該是難度增加之後 讓他多28D吧 閃避嗎 這個蟲骰有意義嗎 真的是蟲骰 直接選到標的的骰子 可是這邊沒有我要的 先幫他補 先幫他補 就幫有軍補真的比較扛得住 14滴 他這樣是打4滴吧 記得 超痛的 超痛的 就這個骰子 雖然選到目標 但沒有他發揮的地方 我剛好有選到這個 你的 你幫這個隊友 你的稍微進化也可以觸發這個 打別人 還可以觸發那個 這個進化也可以觸發那個效果 真的很斷 我就一直補他就把他給 補死了 補我的隊友就好 所以說目標釋放寧靜 不要 這個風險太大 這都好爛 你手上沒有一個骰子是沒有用 我要選這個好了 你只剩一顆愛心骰子的時候 你會額外施加進化 如果最後失守就只能靠這個 立往狂藍 然後這邊就什麼都不選了 反正要打我們 我能做就是 幫他升級上去吧 他的那個 骰子的點數 然後這邊的話就 沒有什麼好選的吧 可是他的血量怎麼沒有增加 這隻王的血量也是200 我以為會像前面小王一樣 還是他多了什麼 他還沒有 都蠻不錯的 但是我要衝骰 漂亮 這隻衝骰超棒的 再來 十點 只有兩點 再來一顆 十點 十點 六分之一的機會 強運 恩 他要 範圍攻擊 喔 開批 還行 損毀 他隊友放損毀 快死了 沒有 剛好扣一滴的 沒有 他問我要不要衝骰 看一下 不需要 因為 先 喔 nice 把他補一下 然後這個是上盾 先P一下 好像都沒有補到我 然後 重骰 喔 希望兩顆都是 骰到需要 會多一顆骰子 那裡面 啊這個有 兩點 所以我要先自補了 對不自補了 快去 補 補 滴 我靠賽看看好了 補 這個補了 那3點 3點給他 反正有光盾 要幫他補一下 我記得這隻要很後期才會強 前期他就像在疊霸佛一樣 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這段期間就是拚命的輸出 再輸出 哇靠 還有這個 嗯? 我怎麼是有這一顆啊 怎麼會有這一顆啊 喔 那就先開電吧 喔 換到骰子變了 然後 輸出 再輸出 護盾的話 我要幫他補了 被他擋下來了 OK 還行 直接死了 哇 他這個損壞 損毀 已經疊這麼高 我倒真的是沒注意到 直接被 直接炸爛 喔 他問我要不要重骰 單骰 但是 OK 就補到自己 不過 這樣還可以抽到暴擊面的 哇 這個暴擊來得剛剛好 直接把他 墊歪了 所以這隻真的很無腦啊 他真的不用想太多 越簡單的反而越強勢 我一直覺得是這樣 有禁止中欸 替換 護者 更新 這個 可以懂 所以有下一關的是不是 把你的閃電化成雷雨八聖三 支加一點進化給隨機目標八聖 這是比較強嗎 原本的寫法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原本的寫法是 是 4、6、4吧 一點進化 對 我記得好像認識 可是 我受到的 算了 選這個 忘記他原本到底是什麼 對我隨機目標 喔 他是改我那個 第一招喔 噢 真Boss 因為他說這個門是為了封印 封印什麼鬼東西 封印某一個東西 他是迎戰 但我不能一次迎戰兩隻 而是只能選一隻 就對了 他說我只能幫你到這了 升級 那就我選一個不能升級的 你完全沒有幫到我 右邊還是左邊 我看一下喔 喔 這是那個 這個是第一隻 第一隻那隻角色 欸 這個是誰啊 這我就不記得了 反正就是你要打那個 一開始他們被魔化 所以他難道他也會使用聖扇嗎 每回家超魔化 這是我給他的 前三顆的骰子 如果有進化 只會分成 類型 這是在改變我嗎 他問我要不要蟲骰 應該 欸 真的有欸 中 應該是不用吧 先P再多吧 為什麼我幫他補會變成是 是這個能力嗎 如果有進化 則會分成同類型 難道是因為我這個補血法 變扣血 是這樣嗎 怎麼無端端扣了血 欸 這個能力是對他們自己施加魔化月光 可惡 百毒不清 可惡 月光是什麼 月光是這個喔 所以我會一直被他塞那一大堆怪塞子喔 歐里血 我靠 那一定要抽到百毒不清喔 完蛋了 另一波好了 哇這個全部都被他改了 原本應該是好的都變壞了 那就靠賽吧 靠賽成功了 我至少這回活下去啦 我至少這回活下去啦 不過會幫他放那個喔 啊結果 這樣有點搞不清楚為什麼 所以那一刻是炸了全部喔 到底是哪裡有炸 哇這樣我的隊友可能會死得非常快 繼續吧 那有點危險 所以我再放他又炸了 欸這個就沒了 喔剛好因為百毒不清把他擋下 滿臉問號 他的月光越來越多了欸 那最後我就會被他這個玩死啊 真的要死人啦 一次八點欸 等一下等一下喔 如果是這樣的話 咕嚕靠一波喔 喔沒有成功 套賽失敗 啊5 9 啊 是扣的喔 哇他這個直接5點欸 他臭阿賽我這邊根本回不完 因為我有那個枷鎖 所以沒辦法 好啦靠閃避吧 拜託一定要閃掉 哇 死定了 哇打他前 打王前就已經扣一條血了 那說不定還沒打到王 我就筋疲力盡了欸 說不定 可能性還蠻大 全部都變成他的那個 哇塞 太狠了 為什麼我的蟲骰 竟然沒有觸發 為什麼 欸蟲骰竟然 竟然沒有發揮他硬有的效果 對啊為什麼 其實我有點不太了解 是為什麼我扣1滴會被打到4滴 因為我已經弄不懂那個計算公式 就是我現在已經有點看不太懂 喔 是因為這一招喔 發動二運骰子 所以 標示變4點 太狠了 哇那這樣子 好拚看看吧 這個是4點欸 結果重骰反而更爛 為什麼 這個在最後一刻他竟然一直骰到這兩個 哇塞 這下真的爆了 欸為什麼 那個又變範圍喔 我那個骰子的規則因為已經亂掉了 真的有點看不懂 整個 我整個問號啊 他真的有看沒懂欸 那就靠賽啦 恩 那時候我說過就是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這遊戲 因為他不會幫你算 所以 你得靠自己算出你為什麼會發揮這件事情 所以你沒算出來的話 你沒算出來就爆了 嗯 他說他這個會直接變成6 所以我要打一個魔化骰子 關鍵的一抽 漂亮 這只有暴擊喔 暴擊這時候應該救不了我了吧 所以我等一下會被扣幾點嗎 噁 天啊 啊 什麼東西 呃 不很好 還可以再撐一回合嗎 啊 這什麼鬼東西又來了 如果這一回沒有免掉他 我就去了啦我覺得 需要強運 強運 賜於我力量吧 一隻 他這個刺客 這個位置只剩一條命是要打貓啊 等一下就一條命去挑戰 喔 這什麼 還可以分身喔 喔啊 歐里穴 他100滴耶 這什麼鬼啊 他說 每張對他自己施加到其他 所以我一次要打5隻 打3隻 不是5隻 這什麼東西 他這個還會一直丟喔 而且他還會他們自己施加暴擊 玩到這樣子更可怕 意思就是我也會被爆到爛 所以等一下說不定直接一回殺都有可能 因為如果要是剛好暴擊的話 就是一回殺的機率也很高啦 所以他們這樣暴擊直接疊一次疊超高的吧 哇 這 這什麼東西啊 現在是抽到有進化的話則會被 被轉了嗎 真的耶 恩 恩 如果是這樣 我需要 重災 OK OK 我想一下喔 這個人放他們喔 我想說是要放自己的 P吧 應該先放這一招 他說這個 這一個不會離開我 感覺需要一點 運氣 加一點實力 再加一點 打運 這樣子玩下去有點可怕 但是三個一直複製 讓我有點心驚驚 一直偷拿自己的 他們在偷拿重瓣的 我需要靠賽了 整場都那個 百毒不清了 靠賽 就靠 靠一次 靠一次就夠了 哇 結果還是這樣 那傷害好像有點不搭 夠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被轉化了 還有苦難喔 哇 好像爆擊越來越高了 完了完了 還這麼多喔 再抽到百毒不清 拜託啦 哇 那就是 既然是閃掉 好吧 也可以啦 死一隻 這東西 不會跟我講說 他們要同時死吧 喔 結果 原來是要 同時死喔 而且他帶就算了 還一直 他會自己魔化 所以變成我要阻止他 喔 原來如此 雖然是可以 可以 阻止他 狀態繼續疊加 但是 所以這個要幫他上光盾耶 如果他沒回合去增加的話 如果沒有把握 可以 在時間內 把他們同時秒掉的話 哇 哇靠 這是怎樣 自虐場 嗯 他先自補好了 滴吧 一點給他應該還好吧 哼 我撐得住嗎 我都不知道 等一下下一秒會被扣多少血 未知的 完了 他二運發動了 如果他抱我幾話就抓 我需要來一點神機 快來吧 喔 喔 喔 等一下 讓我想想 這場很關鍵的 快來吧 複製 啊 一滴 管我先放自己 欸不對 又閃掉 先P好了 擺毒不清 先暴擊了 我補你了 兄弟 結果又補到他 不要把我的那個 守衛砸死啦 拜託啦 快一點啦 啊 他那個隕石剛好也可以砸到自己人齁 喔 覺得壓力散大 他現在是不是快要 剩兩回合 喔 要不要重抽 不抽 喔 這怎麼會是剛好寧靜喔 黃骰 百毒不清 幸好你還是 始終 這個 Kerry的喔 這樣只有兩點 就是炸你啦 爆雞 他這樣三個 該不會還會合體吧 我整場都靠賽了欸 他合體到 啊真的合了 原來還有啊 到底有多少隻啊 這什麼喔 一對鬼狀態 戰鬥開始會把骰子 加入你的 每三回會一個腐朽 你每發四次聖殺 他就會改變狀態 我也不知道他狀態是殺鬼 你每發五次行動 他就會對所有目標是這樣 哇靠 這是殺鬼 他還封印著我欸 哇 越骰越爛 嗯 嗯 大妙 有了 先自保 偷 三點 這個是什麼 對沐迦斯加一個保護 哇 他是不是快發動了 一條命 欸他幫我補三條命了 什麼時候補的 我以為要用一條命來戰 那真的太猛了 我想說我要用一條命跟他戰到底我也認了 雖然那個真的有點太 太太瞎 欸所以守衛的不會觸發 就果然守衛都是比較特別 他改變了對全隊造成的傷害喔 他穿好賽 這已經70層是什麼 每當女神受到70點進化 他就能自己啟動再一次 他就能自己啟動再一次 多發動一次多重再一次 就能多觸發一次 這什麼鬼東西啊 這什麼鬼東西啊 這也太狠了吧 偷 偷 先上盾 反正 欸我幫他補 不行這個不能避開 如果我王剛剛這樣把三個合起來 這代表這個是不是還有下一階段 等一下突然擋出他的 擋出他的身體 那就真的太可怕了 歹毒不侵 我想要賭靠賽一點 倒極 喔P吧 恩 要發射了 什麼東西 啊 這什麼鬼忘了看的 什麼 要強制摧毀愛心喔 還有這種劇情死定殺喔 啊 在這樣子給他怎麼寫 這個劇本怎麼寫都給你寫就好了 太可怕了 所以是因為那個什麼狀態幫他改變了 是不是 我就是記得原本 那個能力嗎 啊 你想到還有一個更狠的 直接把你整條血給這個 秒掉 喔 先發動 回血效果 啊 這個是什麼 施加魔化給水雞 差我贏的 哇 他六次耶 他會直接三點 唉唷 差點以為他們要隔壁 啊 這個是全扣喔 完蛋了 我賭看看喔 幫他賭 我自己親手殺了他 那完蛋了啊 唉 原來那個是全隊攻擊 唉唷 親手殺了他 笑死 唉唷 先幫我補一下 我有點怕怕 那這個也快滿了 又來了 唉唷 所以這個又是殺一開 所以是那個 那個有一個直滿 哇靠 這個 直接強制轉變 那下一回一定 就把我一顆星給摧毀了 沒有擺毒不驚啊 沒有擺毒不驚啊 我自己扛了 喔一顆星又沒了 哇我沒有多餘的愛心給他擋 欸他下一回還是 還是愛心欸 哇靠 這是怎樣啊 一直瘋狂 一直來 喔你狠 那我看能不能直接把他秒掉 有這個機會嗎 看起來好像有點難 欸 欸 還是發動了喔 欸 嗯 好算了 疑惑 或是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隕石來了喔 欸 那只是改變狀態而已 欸 就砸在我身上吧 哇 他完全砸在自己 他的身上 這時候有什麼 這也太爛了吧 哇靠 這時候給我這種東西 那就只能來個10點的啦 真的來啦 披死這個刺客 10點 還有嗎 已經打了多少隻啦 喔他變正常了啦 所以還有嗎 呵 這到底是不是最後還是 我只是打一個 中途了 如果他有跳那個 劇情應該就有了吧 他說祝福你們 神域死喔 數千年來 受困在自己的魔化裡 我實在疲憊不堪 首先我弄我道歉 對不起我失控了 我讓自己被異常吞噬了 我以為創造六個世界 和居住其中的所有生物就夠了 但是事情並非如此 他說我想要控制一切 我變得貪婪無厭 想要成為完美的人 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無瑕 但是這種完美主義是有代價的 你當我突破極限追求 無法棄集的目標時 我就更難維持平衡 最後我迷失了自己的魔化之洞 我再怎麼努力都拯救不了 啊你再怎麼努力都拯救不了我 像是你當時沒有消除我的心 我則就變成黑洞摧毀一切了 我要告訴你這不是你的錯 飛鴻黎明不是你的錯 希望能原諒我 現在我要離開 我太疲憊了 這會是你最後一次聽到我的聲音 不過別擔心 我會一直照看著你們 祝你們 祝福你們 神域死 他要飛升了嗎 所以原本的黑洞他就 咻就變成火箭升空了這樣 然後他就吸出 吸到那個 一個星球那邊 所以說是女神 結果都是一個解禁體 有 這剛不是飛來這邊 他剛是 飛到那個 外太空然後再被吸進這個 這個應該是黑洞吧 所以他就要離開了這樣 哇 現在天氣變好齁 這是我們的夥伴 1 2 3 4 5 6 對啊 六隻 那那個 他那兩 就是當初那兩個 兩個沒有在裡面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同伴 他只是路上的夥伴 六顆星球圍繞著 這個重心 真的把他破關了 第一次把 靠賽把他賽過去了 現在是結束了嗎 還是回到一開始開頭 然後他在秀那個 工作名單就不看了 就我反而覺得最難的是那個 是那個 前面的那個 那個小 就是 角色 這一度差點被他打到爛 其他的話雖然那個能力很BG 但是 這樣我覺得還好 就是爆發輸出 等級提升 來 又解鎖了 這隻真的很強啊 完全 無腦 因為我不需要想太多 就一直靠賽就好了 因為越簡單的法 越強啊 我真的覺得越簡單的法 越強 就是 那個 你幫他撐爆擊 就夠強了 他有全新的難度 我覺得他流程很怪啦 這隻角色流程 像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不是這一隻嗎 所以還好 可是當這一隻 遇到這隻 這隻魚的時候啊 我就遇到了狀況 就是我覺得 他的自殘法 讓我的體驗不順 一開始面臨的問題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不如乾脆就換成單純的攻擊賽子 幸好他還真的有 因為有些角色是沒有的 他還有高攻擊賽 所以我就過了 然後一路上都是差不多 這個是炮兵 那個首位嘛 所以還好 因為你知道玩什麼 然後換到這一隻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累喔 因為他可能很強 或者是他有一些流牌可以抽 可是他的手段太麻煩 又要抽到指定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 你準備那麼多指揮的那一發 卻不如一隻 被暴擊然後放一個5點骰子 可能暴擊3倍變15點來得快 這樣子 但是花那麼多心力都不給予他 所以 然後這一隻也差不多 不過這一隻至少 他還是 他我是覺得還有 可是他也很複雜 我真的覺得他的設計很複雜 可是回收報酬率的 就是在一開始上手的時候 並不是友善的 他或許後期你會玩之後他很強 就是這些角色很強 就是可能可以一回殺敵人 甚至瞬間之類的 可是在初期上手的時候 他只是一個 讓我覺得是一個麻煩的角色 所以那個對入門的人 這三隻我真的覺得超級難用的 然後這 這一隻是平均 這一隻的話就蠻無腦 就撐守衛就好了 然後這一隻就是更簡單的 就一直靠賽就好 然後有些 有些能力有拿到就很好出發這樣 但因為我沒有玩忍專精 我也只玩了機場 可是我覺得就以初期的體驗上來講 就是這麼單純 就是無腦就可以過了 所以我那時候打最後 我想說有最後BOSS 我就直接選他 就算我可能那個敵人 我的能力都不懂 沒辦法算好 可是我靠他的那個暴擊 我就可以過一切了 所以玩起來的感覺就是平衡上很微妙 我不能說後期的平衡 我只能說前期的話 我體驗上我覺得很怪 就是投資報酬率不符合 就是我投資那麼多錢 然後可能初期整回收十幾塊這樣 可能要玩到很後期才會 可能到一百塊這樣 類似那種感覺 真的就是 不過我覺得美術很不錯 玩法還蠻有趣的 有趣的點是因為用骰子的概念 可是骰子的話就是 就看個人吧 我是覺得他有一些骰子的 還蠻冠錢的 這怎麼骰都是固定 可能容易骰出那一面 明明就有 就是機率你已經幫他撐高了 可是怎麼骰是骰那個六分之一的那一面 而且機率還爆高 所以我一直懷疑那個有冠錢 但是這種本來就是運氣進去 所以我覺得骰子是一個不錯的賣點 可是他始終 我有看到尖塔的影子 是不知道是我的錯覺還是 我覺得還蠻像的 有些怪的設計 就是沒有離開那個尖塔的概念這樣 但也有些是走出自己的風格 好啦 那這款就玩到這了吧 現在還有點時間 讓我玩一下另外一款 我調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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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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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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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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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最 Suggestion